看看新闻网 就是小享受是吗 对啊 可是这次不一样 男主角杜纯面对这样的福利 居然打起了退堂鼓 那是要问一下女主角是谁是吗 还是说杜纯是装的呢 来看一下 面对双方家长在场 原本霸气外露的杜先生 也开始害羞了嘛 在杜纯的哀求下 原本的深情拥吻 只好变成了下面这段 蜻蜓点水了 铺满玫瑰花瓣的小乔 两人一身白色造型 女主角万茜手捧鲜花 这景致人都太浪漫了 不过面对这精心打造的 求婚场景 已有女友的杜纯 却连连直呼不到位 难不成她还有更高的招数 我觉得我应该比这个 要开更浪漫一些吧 对啊 因为我觉得这台 我个人认为可能还不够 因为我也经历了这么多 求婚跟结婚的现场 所以说我觉得我应该会 可能经验会更浪漫一些吧 没错 杜纯可是娱乐圈 出了名的伴郎 看过那么多兄弟姐妹们的 浪漫婚礼 对于自己的求婚桥段 杜纯早就在心里 盘算过无数回了 我觉得可能要我的话 我还会一开始先制造一些 比较麻烦的规定情境 反正可能会先让对方 应该先是会 可能会生气 或者会怎么样 然后突然再出现一个 这样的一个小的惊喜 既然已经设想得这么完美了 那赶紧把求婚提上 一试日程吧 不过杜纯说了 今年还真没时间 忙着拍戏呢 这场戏我还在慢慢写 等写好了 我等写好的时候 再回去实施 游乐新天地 马上要有好戏看了 杭州采访报道 其实 你觉得拍 吻戏的对象女主角很美 对 真的是很美 我觉得很美 我很喜欢玩戏 所以她会害羞 嗯